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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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击也是为无意犯的罪献上祭物给上帝 比如欧伯为他的儿子们向上反击 因为欧伯恐怕他的儿子们犯罪得罪上帝 向反击的祭物就是公牛或者是公棉羊或者是鸟 好 动物的肉 骨头和内脏都要全部分烧 动物的皮要给利维人 他们可以把它售卖 第二种字样线的祭就是数祭 所线的祭物就是果子 用细面 油和盐做饼或者烤成饼 再加上电祭的酒 他的目的是表示对神感恩 感谢上神给他们一切的供应 这些也得到了一份供物 但是要在藏末的院内把它吃完 第三种就是平安祭 所线的祭物就是没有瑕疵的动物 和一切的骨肋或者饼 他的目的是一种感恩和团契的祭 他们可以共享爱言 在献祭的时候 大祭司可以得到祭神的胸 师里的祭司可以得到 祭神的右前腿 他们拿起手得到的祭瓶 举起昏雾 所以又叫做摇祭或者是举祭 祭司要把祭神的脂油 圣脏和肝脏分烧 祭神的其他的部分是留给会众一同享用 在献祭的时候 他们也向神感恩和许愿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也记载有许愿祭 感谢祭 甘心祭 这些都是平安祭 那当献的祭呢 有两种 是一种是输罪祭 另外一种是输钱祭 为什么是当献的祭呢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所以人必须 嫌为自己献祭赎罪 洗净一切的误会 才能够来到神面前 大祭司必须要嫌为他自己献祭赎罪 才能够为会众献祭赎罪 首先的祭物就是一只公牛肚 或者一只公山羊或者母山羊 或者是个子或者是西面 要按照个人的身份 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线上 最后一种就是输钱祭 输钱祭是为非故意犯的罪 首先的祭 他首先的祭物仅仅就是一条公免羊 献祭的人不单为自己所犯的罪献祭 也要为受害的一方赔偿他们的损失 要有放上泄渡的罪 或者身体疾病得到接近 也要献上输钱祭 以上就是旧月首先的五种祭物的意义 我们现在是新月的时代 我们是不是还要献祭呢? 不必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完美的祭 和最终的祭了 在俄罗西书2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 旧月一切的规条和献祭 原来是后世的一额 那心体就是基督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献上了完美和永远的赎祭 一次献上永远献上 旧月一切的预表 都映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了一句很宝贵的话 就是成了 祂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死 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叫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至圣所 所以信徒不需要再献祭了 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就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新月时代 我们蒙救赎的人 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 那里告诉我们 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离手当然的 我们信徒要献上的祭物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成为新乡的祭 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可以自由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新年或者是节期 我们也可以好像就业的时代 向神许愿和承诺 以骂内力的神就要以我们相信祂的人同在 圣灵也住在所有的信徒的心里 在西伯来书13章15节到16节 在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 圣上敬拜 歌颂赞美的祭给上帝 我们要常常乐意 爱人 助人 行善 我们向神献上行善的祭 我们围着传福音 教会的工作 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们就向神献上尖书的祭 这个就是我们新业信徒们所要献的祭了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 不是因为我们好像旧业的时代 我们要献祭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祭 你所献的祭是完全的祭 我们今天可以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要献上我们自己 我们要成为新乡的祭 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讨你的喜悦 求你帮助所有的信徒们 天天可以献上新月的五祭 除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你 也要在我们生活上 可以献上我们颂赞的祭 献上我们新善的祭和坚肃的祭 求你悦纳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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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